大家好 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 我是宁静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两个话题 中共耗费2000多亿句子 翻译成中国话就是用老百姓的血汗钱来举办杭州亚运会 说白了就是轻举国之力搞面子工程 整个好以为自己可以来个腐蚀世界的节奏了 结果还没等他俯视 却被网友们给鄙视了 网友群吵 这是在罗沙国里扮盛事 黑白颠倒 这还不说 亚运会还没开咋地呢 关于亚运会的丑闻就频频曝光 中共被指连亚运会开幕式烟花都造假 而且国企员工在比赛场馆内冒充观众 为了这场国际赛事 杭州共修建了56个竞赛场馆 31个训练场馆 1个亚运村和4个亚运分村 这些玩意儿呢 以后能不能用上 可以说是个未知数 但肥了谁呢 应该是个已知数 而且这次的建筑 连厕所都以高科技状况满面 那万一厕所高科技要是掉链子了 那如此的大事不就得被大安窝了吗 不敢想 杭州市政府表示 截至2020年 亚运会在基础设施场馆建设的方面 已经花费了2248亿人民币 我们给大家一道天空题 其中被贪污的费用是多少 大家可以自由强大 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的一份报告称 杭州亚运会赞助收入预计为60亿元 版权收入预计为40亿元 总收入一共就100亿元 远远低于支出 这意味着杭州亚运会将以巨额亏损的形式落幕 中共政府说了 没事 亏损就亏损呗 反正花的都不是我们的钱 都是民纸民糕 搜刮来的钱 我们还有 撒不完花不尽 现在有很多中国人也都觉醒了 都知道是自己在养中共政府 不是政府在养自己 而且现在中国经济又持续恶化 在这种情况下 当局烧钱办亚运会 引发了舆论的质疑了 其实杭州在2015年申办亚运会时 就被舆论嘲讽为冤大头 当时杭州作为唯一的申办城市 无竞争获得2022年第19届亚运会举办权 这是因为唯一的竞争对手越南 最终放弃了主办权 仅凭这一项 中共国就可以在人傻钱多这方面排名第一 据报道 越南政府放弃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承办费用高达5亿元 远远超出了预算 二是近八成越南民众反对政府烧钱办亚运 这两点说明 一 越南政府智商在线 二 越南政府民主 我们再来看看砸了2000多个亿的中共政府都得到啥了 不但没能换来亚洲各国首脑的捧场 还让大国梦碎了一地 23日习近平夫妇出席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 而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的45个成员中 只有7国政要参加了这次开幕式 4个国家派出了王室代表 外界分析这标志着中共在亚洲国家中已经失去了影响力 其实我倒觉得 这更能体现出没撒币的中共国的真实形象 如果这一次一边办亚运会一边大撒逼 一定会有嗜血的水质是文心而动 但直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时候 很多国家觉得无力可图了 也就不期早了 有网友就说 丐帮唱堂会就来这么几个外挂裂造 还是包接包送弄过来的 文明国家一个朋友都没有 连普京和三胖都不来 叙利亚总统居然是重要贵宾 其实这种大型活动以后不要搞了 你不搞大家还不知道你如此孤立 搞了反而是丢人 人家一尊就是要做孤家寡人 唯我独一尊 你们咋不懂一尊的心呢 谢万军23日在这个插评台上 也就是前推特上发文说 中共国派出厦门航空公司的飞机 接东帝问的总统到杭州参加亚运会 现在搞到连讨饭的都不上门了 还要派飞机去接 既要撒币还要派飞机去接 才来个把的小国总统来碰唱 不丢人吗 这则消息来源于中国的网络 是否属实我们也无从得知 但是据中国官媒环球网报道 叙利亚总统阿塞德这次来杭州 乘坐的是中国国航派去的专机 中国网军声称 中方派专机去接阿塞德 是为了保障他的安全 凸显大国风范 所以推特平台上网友的这则推文 还是很说明问题的 尽管中共耗费巨子打造这场国际赛事 却不让普通民众前往现场观赛 有中国网友在社交媒体曝光 他妻子是国企员工 被强制当志愿者 天天去比赛场馆内冒充观众 有网友就回应说 没人看亚运 强迫自己人去了 人家仇生计习近平怕丢脸 另有网友表示 不是担心没人看 是担心运动场中出乱子 举个旗帜拉个横幅 这边是直播 而且人人有手机拍照片拍视频 这才是他们最恐惧的 这位网友非常了解中共 说到点子上了 杭州亚运会期间 各场馆周边是戒备森严 五部一个警卫 车辆都被限行 附近街道处处是港哨 想看热闹的普通民众 那是根本无法接近 这哪是快快乐乐办比赛呀 这是战战兢兢花钱遭罪呢 9月23日晚间 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大型烟火秀 被一场虚假的直播给替代了 当晚传出一段视频显示 当地几名年轻男女来到了前堂江岸 想要现场观看亚运会场的烟花表演 结果手机直播画面上出现盛大的烟花秀 但实际上会场上空见不到一丝烟火 我听视频里的人说 咱们就等这个呢 没听出来是哭是笑 反正是哭笑不得吧 中共说了 你们这些刁民懂什么 我们为了杭州亚运会 厕所是高可激的 烟花也是高可激的 中共的这个炫富啊 还体现在餐桌上 杭州还打造了一个江南水箱在餐桌上 此前呢 西安打造了一座访唐宫殿 在餐桌上 这个北京呢 则打造了一个黄河长江 在餐桌上 这政府整个就是一个吃货呀 这不就是坐吃江山吗 网友说啊 看见没 以前的国宴是青龙宴 惹怒了龙王爷 遭遇大洪水 杭州国宴改了 山山水水的什么意思 打江山做江山吃江山 中共最后的盛宴 更让人捧腐大笑的是 中共这个土包子哈 企图借助古诗来封封呀 像这首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歌舞几时修 暖风吹得游人醉 只把杭州做汴州 这是一首北宋时期的王国诗 被杭州官媒用来宣传亚运会 并获得一众党媒的转载 但这首王国预言诗 招来了诸多的嘲讽 中共党媒呢 随即删除了这首诗的相关诗品和信息 完了 这首诗得被中共给编尸了 网友纷纷说呀 这首诗呢 用来描述 在经济崩溃 民不聊生 国运衰败 众叛亲离 四面楚歌之际 国军重金打造盛世荣景 万邦来朝假象的当下 十分贴切 这是亡党亡国的好诗啊 一首亡国诗送给共产党 官媒齐唱亡国曲 西湖歌舞几时修 看来这首亡国诗呢 恰恰是在预言中共的末日结局 同时整个杭州亚运会中 随处可见的古代祭祀 驱邪礼器 更被认为传递着不祥之兆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话题 近期呢 中国除了杭州亚运呢 预知菜也成了热门话题 主要原因呢 是曾在新冠疫情期间 承包多地核酸检测工作的 核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核酸大王张和子 已成立新公司进军预知菜赛道 张和子一边注册公司 一边成立新公司举动 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9月23日呢 据大陆南京财经报道 张和子新成立的 与预知菜相关的公司 为武汉核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此公司于5月22日成立 注册资本呢 为500万 法定代表人为廖磊 该公司呢 由深圳市核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百分百控股 而深圳市核子基因的实际控制人呢 正是张和子 看来呢 这是内部有消息的人啊 知道疫情需要核酸检测 赚的爹妈都不认识了 这回再一个预知菜呢 祖宗可能就那么回事了 报道说呢 8月7日 武汉核子农业科技 申请注册了一则 名为九股一胜的商标 分类为方便食品 商品主要包括为 方便米饭 米粉 油米制成的冻干食品 以股为主的零食小吃 食物制作用生米糊 食用芳香剂等 整个预知菜产业链呢 分为以生产基础农产品为主的 上游预知菜原材料提供商 中游的预知菜生产商 下游的预知菜销售渠道 报道说可以看出呢 张和子 想要通过这家农业科技公司 控制预知菜上下游产业链 此报道在网络上引发更大的舆论声浪 有人担心食品安全问题 核酸都造假 做食品怎么保证安全 人家就不是保证你安全来的 人家就是为了赚钱而来的 有网友说呀 我对预知菜没有偏见 对张和子之流搞的预知菜有偏见 自2012年创立公司后呢 张和子不断扩大旗下基因检测版图 仅是2022年呢 就注册了16家核酸公司 根据当时数据呢 新冠疫情期间 深圳市核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曾给7亿人做过核酸检测 不过随后就爆出核子基因 多次陷入核酸检测 违规风波 例如2020年至2022年 核子基因旗下 济南华西被曝谎 核酸检测结果 在尚未对送检样本进行检测时 相关业务员就 谎报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 长沙核子华西医学检验有限公司 因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 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 核子基因公司兰州 核子华西实验室 误把阳性感染者输入为阴性等 更多的人质疑 张河子的强硬权力背景 他不仅没粮 还活得风生水起 凭什么 玉制蔡进校园 连鲜花网都站台 谁有这个能量 归根结底算到某组织的头上 代言人而已 俗称白手套 国家工器都为他们站台 懂了 核酸造假也能磨掉 潮里有人什么都能换成钱 包括国家 如像是为他专门开脱门路 有网友调侃说呀 万幸进军的不是殡葬行业 会不会发展成以后 不吃预制菜就违法的程度呢 在大国我觉得一切皆有可能 热烈欢迎像核酸一样 一天三次预制菜 扫码量正 不吃不能出门下楼 网友们啊 你们这些话很可能不是调侃 而是预言 中共呢 自称党骂 管人民的电子设备里看什么 管人民的嘴里说什么 管人民的脑子里想什么 管人民兜里的钱买什么 唯一不管的就是 宪法赋予人民的基本权利是什么 这个吃人政权呢 靠人民养 还大言不忏的喊着 自己养了中国人民 用中国人的血汗钱 却给自己脸上贴金 用自己人民的血汗钱 往别人身上砸 这是一个除了人事 什么都干的魔鬼政权 中国人民呢 要想真正站起来 就只有让这个政权解体 中国人只需要真心三退 接下来的呢 就是神在做了 好 今天的节目呢 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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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